朋友们你们好 我回来了 我结束了我的高考 我希望我们考上一个比较理想的大学 这期视频的话我们还是要来玩这个豆角套 豆角套其实我两个赛季玩下来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独特 非常有趣好玩的卡组 我也是积累了一些我的个人使用机 使用经验可以分享给你们 那么我们开始吧 好我们带来第一场的话 是对阵一个治愈水人的一套卡组 我们豆角套小神套打这个 打这套治愈水人的话 其实挺看运气的 因为有时候对方卖的狠一点 就可能一波直接把我们推了 直接守着守不住的那种 我们这里一开始丢了一个桶 对方聚风吸了一下 我还不确定是什么卡组 所以我成一个公主观望一下 然后看到飓风火球 我还是不能确定 对方是什么卡组 我们投铁一点 再成一个王子 好这个时候这个雷龙出来了 雷龙出来我们就可以钻定 对方要么是石头 要么是水人 但是同样的两套卡组 我们都不能跟他打同一路 所以我们皇家鞠另一路 给他压力 天使出来了 我们这一路不要防 先去把对方的诱堂拿下来 对方这个带渔夫 如果很少见 我们皇家鞠被折走了 这卡应该是先拿不下来 所以我们先在那个右路 选一个公主慢慢卖 我们这里选择只有公主 吹剑哥会被对方飓风拉的 公主下的其实位置不太好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对方电容过来 是可以直接把我公主带走的 然后我补了一个吹剑 这个人是一个很刚的一个很猛的一个人 直接把我那个吹剑一个吸过来吸走的 我们皇家鞠家小蝙蝠把这个塔线收走 另一路的话我们一卖 就是卖掉了一座公主塔加 公主塔加那个棒鞋 所以跟水人你其实你卖的时候 需要很谨慎的考虑 因为有时候那个天使一直制 你就你就卖着卖着 直接被三罐的都有可能 现在的话打残局 我们需要观测一下 对面的这个攻势会打哪里 我们要跟他分开打换 这边下了五废的雷龙 我们用公主偷一下他 他现在肯定会用那个天使 把那个雷龙给制回来 就在现在就在现在 就现在对方出了水 然后我们直接骷髅海把他围死 他没有废出飓风 他飓风出不来 我们这个先把这个 最烦人的那个天使给解决掉 以下接下来一切都好说 我们要我们要卡 他没有没有时间 结我们骷髅海拳时间点 出其不意把那个 天使给一下子打死 如果天使打不死 一切的一切都白打 他会一直制下去 这边的话我想给他压力 反打一波 皇家骑加筒 我皇家骑索他打了很多炮 他那个 把那个塔鞋给往下逼 然后我们在左路 成一个王子 因为王子他总不能不管 他王子要是卖了 他就没了 这里我们超齐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用来打这个水龙 我们把它放在后面 扛一下伤害 其实超齐的鞋很厚 比大皮卡的都还要厚 所以我们用牺牲掉一个超齐 把这个水龙陷阱掉 回他四费的那个渗水 然后再想办法解四个 解这四个古龙 用王子挡一下就好 然后就是险胜险胜因为我们这个小神套打这个水人 特别是狂暴双制鱼水人是真的挺挺挺看运气的 我们双方都有运气直接三贯对吧 这样子吧 好第二局我们带来的对战的话是一套打一套应该算是自闭桶的卡组 这套自闭桶的话 他有点特点就是他没有公主和团伙 取而代之的是这个骷髅气球和皇家宿地 这样一套改下来的话 他那个进攻会凶猛很多 他们会他可以那个骷髅骷髅气球和那个飞桶轮着来 就一般来说自闭套路是我们这套斗脚套小神套的天克卡组 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赢 我们需要抓住对方没有这个地狱塔的机会一波把他打穿 就比如说现在对面这个地狱塔用来防我们超齐了 我们可以憋一波皇家宿直接一波把他给捅穿 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王子沉底 然后准备皇家宿 对面这个飞桶过来直接卖掉 直接王子捅皇家宿捅进去 对面可以交滚木 这样如果滚木交了我们就可以再丢一手捅 这里我交了一手公主 因为我以为那时候他会有团伙 但是事后我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带防火这个东西 这公主交也是可以 我们用蝙蝠保一下他 蝙蝠来挡一下这个吹剑哥 然后对方还会交费来防我这个公主 这气球没有下好 气球没有挡住伤害 我们用骷髅海把它挤开 这样子可以顺便把这个卫队也给解掉 如果用这个超齐的话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想省一点费 我们用王子捅这个飞桶 这一波打下来我是净撞了一个王子 因为我们平废 然后我场上有王子 对面肯定要用这个骑士来解 因为他没有带杂毛 现在骑士被我们王子捅死 然后我们撞飞 飞桶过一下 我们现在手里我皇家鞠后面一张是蝙蝠 我们可以尝试那个皇家鞠加蝙蝠 这个时候对方出了一个骷髅气球 想把握我们的节奏 但是没门 我们有公主 公主直接全体把这个骷髅气球给解掉 怎么样 这招是不是非常帅 但是我不建议各位在那个随便使用 一定要在自己充分练习 然后有非常有把握的时候 再用这个公主来解骷髅气球 因为就万一公主要是射了是早了 或者射网了那么点点 你们卡的棒血会没有的 所以最主要我建议你们在充分练习之后 然后在有把握的时候再用 一边说着我们解完骷髅气球的那个公主塔 公主已经偷了对方公主塔很多血 之内我们用那个骷髅骷髅解一下 就即使对方出滚梦 我们还有一个超齐 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双路进攻 皇家狙再加一个鱼盘蝙蝠 但是这个蝙蝠有点倒霉 没有抓到这个地狱塔 我们的超齐能为我们的皇家狙扛一下几下 然后又非同 我们皇家狙打出一炮 一炮保底不亏 两炮简直撞翻 天哪 很舒适 好为了让你们了解一下 我们遇到我们多久 遇到自闭桶有多自闭 我们就紧接的带来一套真人自闭桶的对决 我们可以直接从对方的这个布鲁铭看出来 这个Lockbait Gods 就是骗鬼木神 的意思 大家就可以大概猜到对方是自闭桶 对面成了一个团伙 我们跟一个这个吹剑哥布林吹一下 另一边直接卖掉 大家看到团伙就可以断定 要么是超级鼓球 要么是自闭桶 公主出来了 自闭桶 绝对自闭桶 然后我们跟上一个神体一个王子 冲一下他 这里门骷髅海姐 因为一般一开始 这个自闭桶是不会预判我们这个骷髅海的 因为对面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卡组 好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机会 对面把这个地狱塔给交掉了 我们有皇家狙的机会 我们可以选择皇家狙家蝙蝠或者皇家狙家桶 因为他有那个小冰斗 我觉得蝙蝠行不通 我加了一个桶 往前面丢一点 这里 这里地方防得非常完美 骑士叫团伙直接全部吃掉 然后还有一个骑士 我这里想问蝙蝠姐 直接被他小冰斗预判到 很难受 很难受 地方这个是一个 神经百战的自闭桶 我想做什么他都知道 我这里把吹剑哥放得那么近 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被他骑士直接吃掉 然后防打过来 对面这里是在犹豫 如果对方这个时候丢一个桶 加一个滚木 会很难受 我们用王子放得远一点 完美把这个骑士插死 然后王子冲上去 这个地狱塔在 我就也别想打进去了 用王子把这个地狱塔先插掉 支持我们的下一波机会 对方现在没有这个地狱塔 这时候对方一个罗筒过来 这个时候他肯定会预判点什么东西 我们能抄气一些 因为罗筒 前面不加肉灯的话 他肯定会跟个果龙 或者跟个公主 我们抄气把他奔驰 顶住一个皇家鞠 然后加蝙蝠 预判对方的这个地狱塔 但是对方察觉到了 用这个地狱塔插在后面 这个蝙蝠是真的倒霉 就是没有吸引到这个地狱塔的伤害 要是吸引到了我这一把就有机会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皇家鞠多开个两三跑 那个对方的血量就下来了 这波很难受 我们骷髅海在前面 因为对方知道我们没有滚木 会用骷髅海来捡 所以我们会一般会把那个 飞桶放在前面 放在前置围 我们用骷髅抓他就可以 皇家鞠再出 加蝙蝠 预判对方的这个地狱塔 抓到了 但是还是打不进去 这个团伙加公主 这个把我们蝙蝠也打死 然后皇家鞠也走不进去 这里我们选择继续进攻 因为对方没有这个地狱塔 和团伙 但是我这心机桶被他看出来了 然后我白卖了一个飞桶 亏了很多血 这里我又顶了一个皇家鞠 加预防蝙蝠 但是对方更聪明 这些公主下的这个地方吃我蝙蝠 然后用这个地狱塔 吃我皇家鞠 就很难受 还是没有打进去 还是没有打进去 这里对方这个飞桶过来 我们还用这个骷髅海来捡 很幸运 他没有这个预防 预防 预防 预防的话 我炸的可能更快一些 我们这两个公主会对掉 我这里出了一个前置筒 对方出这个团伙来捡 我们捅了几刀 有一点希望 有一点希望 对方这个团伙加这个哥布林 我们用超级彩 很幸运 对方这是个前置筒 给我们超齐 一下子踩很多的机会 我们再顶一个皇家鞠 加蝙蝠 没抓到 倒霉 这个飞桶过来 我们也是 只有这个骷髅海可以捡 又是很幸运 对方没有预防 现在现在跟了一个果木 把我那个血量给打下去了 对方现在开始刷掌杀 就 我尽力了 就是有 有那么几下是有机会的 但是 最终啊最终还是运气不够好 是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但是 哎 还是没有打过 挺难的 打自比手是真的挺难的 好 说到预判的话 你们会想到什么卡组呢 我想到的是 宿主卡组 宿主的话是比较讲究预判的一套卡组 所以呢 我们带来一套突不出啊 突不出 突不出卡组 因为 宿主的话在我这个杯段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难遇到 所以 我就挑了一张 挑了一场屠夫猪过来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围方 一开始的话 对方出了一个那个 野猪叫哥布林 我用这个骷髅 骷髅海加蝙蝠嘛 因为我怕它有一个滚木 那个骷髅海不够用 所以我加了一张蝙蝠 然后现在这个黄牙巨加飞桶 我就飞桶斜了一点点 因为我看它那个飞风刚用了 我就觉得它不会防了 宿主堂那一套 所以我把滚木往里面丢 然后丢歪一点 让它滚木滚不着 这里的话 屋神我们要王子插掉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费是 很想落后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让对方知道 当然这个野猪要过来了 我不推荐这里 再用骷髅海 因为我们已经用过一次 对方现在手里捏着飞风 我一说骷髅海 它肯定会 直接一个G把我让我的骷髅海直接人间蒸发 所以我决定卖一点血 然后用这个超齐来解 好 对方飞风出了 飞风加武神来解我这个超齐 其实还可以 但是我的蝙蝠没发挥作用 好 还记得我刚才说了什么吗 我说野猪 野猪卡组非常喜欢预判 所以我们得防它这一手 他现在哥布林出了 说明他现在有野猪 他现在肯定会预判 我们公主加王子 我们骷髅海 绝对不能出 绝对不能出 王野猪的都喜欢预判 我们后制桶 因为武神要是放在前面的话 对 没有后制桶 我的天呐 我居然记错了 哎呀 要是当时打了个后制桶 该多好 好 现在他有个藏血的武神 我们现在手里有超齐 不怕他野猪 超齐加那个蝙蝠的话 是可以完美解野猪的 不用怕 加蝙蝠 守株 因为对方是屠夫猪嘛 屠夫猪一般都是带那个 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带那个火箭的 所以我们不能再卖了 我们皇家狙 打另一路 吹剑哥 吹这个武神 他这个飓风是巨不死吗 吹剑哥吗 还可以再保一下 再保一下 王子保 然后 对方出了一个土夫 帮我们全部解掉 注意 对方刚刚出了一个哥布林 所以他现在手里有野猪 我们公主 加超齐 如果公主加超齐 一般也是可以 完美解野猪的 但是公主再打另一边 所以我们补一手蝙蝠 不要再卖了 我们后制筒 有没有后制筒 这次是 这次 这次是后制筒 我成功了 然后我 但是没想到对方 是用哥布林来解 我们也 我们的后制筒也插了几下 可以 吹剑哥 能吹四下 我们准备超齐 绝对不能用骷髅海 然后他现在古墓交了 会用飓风 救我们王子 我们骷髅海放在另一边 完美 完美 顶皇家鞠 打他 加飞桶 皇家鞠开一炮 开两炮 还有一些险 对方现在可能会 速转一些东西 比如说速转一个火箭来打我 所以我们得抓住这个机会 超齐 加公主 可以完美解野猪 这个可以记下来 我们防打 我们没有机会了 对方再速转一些东西 我们就完了 对方出了一个飓风 这个飓风是绝对不能这么交的 飓风加古墓不够 但是我们 我们这个进去了 皇上鞠开一炮 皇上鞠开上第二炮 带走 好 那么作为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的话 我带来的是一套 这个 冰法弩的对局 就冰法弩的话 其实 对上我们斗九套的话 其实能打的 能打 只要他玩得够好 防得够 防得够好 我们斗九套是打不进去 然后对方可以通过这个 刷火箭 远远不断的刷火箭 帮我们刷死这样子 所以我们打这个 冰法弩要保持警惕 不是这么容易打的 会玩的冰法弩 简直就是怪物 你根本打不进去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用王子 对我们的王子 被对方 预风锯过去 对掉了对方的这个电塔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对方是没有这个预风的 我们皇家居要这个留下来 我们过一战这个吹剑 我们非同可以丢一下 因为对方没有这个预风 我随便丢 滚木 我们用王子保这个 保这个公主 因为一般对方都会用这个 电塔或者骑士来劫我们公主 好 他现在电塔和骑士都用上了 我们不亏 我们一点都不亏 他现在电塔没有 他要是想把我们皇家居的话 就只能用这个 连弩 或者预风锯起来 小骷髅茫茫壳 好 我们现在皇家居 不加蝙蝠 因为对方有这个 可以刷出兵法 我们用小 我们用这个吹剑哥布林 来解骷髅 对方这个预风锯的不太好 不足以解掉我们这个 吹剑哥布林 我们后制捅 因为对方没有预风 然后这个 对方这个骑士没有抓队 没有抓队 好 让我们哥布林进去了 捅了很多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一些 一些本钱跟他耗了 因为这样的话 他需要砸很多个火箭 才能打死我们 我们小蝙蝠出 因为小蝙蝠打这个 兵法弩的话 其实作用并不大 其实作用并不大 可以用来解析 解析什么的 蝙蝠可以随便出 蝙蝠打这个 作用真的不大 我这里想要这个 公主在偷布他几下 结果被他这个 连弩给抓到了 有点 有点亏 神帝王子 然后 然后这个吹剑哥 我出的不知道 有点莫名其妙 会挺亏的 就这个 连弩啊 我也不太敢用 皇家骑强拆他 所以我想防守 等他出连弩 就比如说现在 然后再出皇家骑 把他给打死 不是出超级 把他给打死 其实出皇家骑和超级都可以 出超级的话 就可以选出皇家骑 来打对方的塔 这里蹦了一下 然后公主加两个 两个射手停点 没有给这个 连弩太多的输出空间 我现在有一个 皇家骑可以出 皇家骑 加飞桶 如果运气好的话 就可以避过他的滚木 但是明显只差了一下 也挺好的 现在这里的话 我用这个王子来挡一下 避免 避免开启对方的那个电塔 把那个王子往里面 放一点点 我们这个超级 直接打上去 硬上 硬上 硬怼他 对方血不多了 只要我们 皇家骑再开个一两炮 我们就赢 一方面也是 一直给他压力 不要让他 有过多的那个 渗水 渗水余子的来砸我们的塔 皇家骑 拆 对方现在用掉了 飓风来拉我们皇家骑 稳补一个 稳补一个超级 再加一个吹剑哥布林 吹这个电塔 开出一炮 开出两炮 还剩一点点血 但是 我们没有掌杀 还是需要皇家骑 或者飞桶上 我们丢一个新机桶 防飓风 一刀插死 也是拿下来这场比赛 好 那么本期20分钟的超长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你可以 点击一下喜欢 或者一键三连投个硬币 给我也可以 我会非常开心 我不知道20分钟 对你们来说 会不会太长了 看着累或者挺喜欢20分钟的长视频 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 再见 再见